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而代之的是smartstone上面集合了各种传感器和雷达摄像头之类的功能 第三个告别是告别传统的后窗设计 未来的汽车都是使用全景天窗了 不会再有后窗的 但是相比特斯拉的极星做的更加极致 它的车顶设计相比传统的玻璃可以隔绝超过90%的热能和阻碍线 第四个告别是告别镀铬装饰 极星使用高光和哑光的设计来强调线条的力量感 而避免使用镀铬 是不是非常高手 四个彩蛋 第一个彩蛋是它的尾灯 使用的是顺序点亮顺序熄灭的设计 就像流星滑供天空一样 是不是很浪漫呢 第二个小彩蛋就是在后排座椅的后方 有一个瑞典水晶玻璃片的小设计 它可以投影 极星的logo的一个全息影像 它可以投影到后排中央扶手这个位置 真的是又精致又浪漫 第三个小彩蛋就是它有一个近距离的传感器 叫做手近扭出 就是你的手靠近屏幕的时候 明目上面那个按钮就会放大弹出 方便你来操作 第四个彩蛋就是它有一个视线传感器 当你的视线盯着这个仪表盘看的时候 它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 而当你的眼睛如果盯着路上看的话 它仪表盘的信息会变得更简洁清晰 极星的车内使用了四种非常有趣的环保材料 你一定猜不到是什么 它们分别是破鱼网 然后还有可回收的塑料瓶 还有红酒瓶的软木塞 还有亚麻纤维 就是这个墙上的稻草 它们分别是出现在哪里呢 这个地毯呢就是用那种 回收的鱼网里面的尼龙纤维做的 然后这个座椅的这个面料 是用百分百可回收的塑料瓶做的 然后坐垫和头枕呢 使用的是红酒瓶的软木塞来做的 然后还有这个亚麻纤维呢 它就出现在这个门板 还有内饰的这个石板上了 它相比传统的那种塑料的内饰面板 不仅是更环保更轻没有异味 对不对 它还可以减重百分之五十 当然了这种材料 之前在宝马A3上面也是出现过 但是吉星呢做的比它们更极致 就是它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之后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可以减少对成员的伤害 吉星是一个在我心目中 站在现代设计美学巅峰的汽车品牌 我觉得以吉星设计师的实力 如果他们去设计一些高性能的 传统燃油车一定可以更快赚到钱 但是他们呢却选择了一条更难的道路 他们愿意披荆斩棘拥抱未来 再加上有沃尔沃的造车工底 以及品质把控 还有吉利爸爸的资金支持 虽然这是一款期货 但是我愿意为它背书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新车闪送 我们下期再见啊